有民众日前在台中市武丰区中正路,与吉封路口的公车站台旁捡到一个餐带,并送到武丰警分局吉封派出所招领。 餐带上没有学校资料或学生姓名,所长万仲祥于是把餐带PO上司人群组问出用该型餐带的学校,并通知学校领取。 学校教官今天到了派出所一打开餐带才知原来万仲祥担心餐盘脏,连餐盘都帮忙洗好了,连忙向他道谢。 万仲祥上午说,当时餐带内还有水捆和香蕉等,香蕉一坏就丢了,但他担心原来用塑胶带薄的餐带经过多日会更脏臭,于是就帮忙洗了,只是顺手之劳而已。 他说,餐带上没有学校或学生姓名,只写住一年某班,原先透过派出所和各校的群组询问,但没有回应,直到PO上司人群组,才有人认出使用该型餐带的学校,并与校方联系。 教官说,已知是那位学生丢的,只带把餐带送回即可,但警方的贴心却让人感动。 台中市务丰警分局吉封派所所长万仲祥替学生系餐盘。 图警方提供。 分享。 台中市务丰警分局吉封派出所所长万仲祥,又,把餐带交还给学校教官。 图警方提供。 分享。